哈囉大家好 如同標題 我一定要補光一下 什麼叫補光 因為這個是我前陣子 本來一直想要錄一直想要說的 可是因為 前陣子 因為一些事情拖延 然後我這個標題我一定要把它錄完 不然我會睡不著 一定要補個光給大家 因為我覺得這是最近 應該大家都有問題的一個疑問 希望大家可以 體諒一下 因為 這個光綠綠的 然後呢 背後呢有一些 很跳舞的音樂 好 如標題 如何在逆境 跟負面能量的環境 我們還是可以前進 就像現在這樣 按摩摩的 我還是要在這邊帶給光 給大家 好 如何在逆境 跟在很負面很負面很沮喪很焦慮的環境 我們還是可以找到光的路 還是走在自己 人生 該走的路上不會偏離軌道 好一下整理成7點 來給大家分享 好 這都是從我人生的經歷當中整理出來的 第一點 離開舒適圈 伊羅馬尼亞 埃及 希臘 或是這些兩三千年以上 歷史之久的 好 他們都有一個俗語 叫做這種狀態 這種不良的精神狀態 稱為你的 你的心靈想要前進 你想要往前進 可是你的身體卻不讓你前進 我相信大家都有這種感受 好 比如說你心裡有一個直覺 你很想要去做 可是你的身體卻因為害怕 擔心 然後因為很多很多人的信念 很多人告訴你 說這樣做 可能你會有危險 但是你很清楚的知道 不對 那個 會讓我進步的那個 就在那邊 可是我沒有辦法前進 我的身體像是阻礙我前進的 這是好 兩三千年來 依所謂parapsychology 就是所謂的 我們說我的行業來說 靈媒學來說 這個 這種精神狀態就是 所謂你的 心想要往前 身體卻阻擋你的狀態 那這種狀態怎麼辦呢 你必須要了解 你要順從你的心靈 你要離開你的舒適圈 因為我們人呢 常常會做一樣的事情 over and over 我們常常活在 人家的信念系統中 忽略了每一個人都是不一樣的 忽略了要珍惜自己的價值 忽略了我們每一個人 只要moving into our intuition 什麼意思 用我們的直覺 用我們的真實的 人生自己感覺 感受到的這個價值 往前進的時候 當你真的在行動的時候 真的 鼓起勇氣 去離開自己的舒適圈 比如說很多人 每天上下班 上下班 上下班習慣了 然後呢 可能開始呢 覺得說 我現在不行 我這個肥胖紋 開始出來了 可是因為的這個習慣 然後呢 等到放假的時候 覺得阿不行 我覺得好累 我覺得 算了 一樣的道理 跟 我知道 抽菸不好 可是沒辦法 我身體沒辦法 停下來 一樣的道理 我知道吃這個東西 醫生已經跟我說 很不好 可是我沒有辦法 停 因為我習慣了 因為我全家都這樣 因為 這個時候怎麼辦 要開始 離開舒適圈 進步不會是舒適的 有時候呢 我們要 真的 聽自己的心 聽自己的直覺 不然 他長期不使用的時候 我們會處於一個 這個狀態 叫做靈肉分離 我的心想要前進 我的身體不讓我動 第一個 簡單講 離開舒適圈 第二個 承接上一個 不要活在人家的信念系統中 勇敢做自己 簡單講 第二個是什麼 勇氣 當你開始有勇氣的時候 人喔 什麼叫勇氣 你害怕 你覺得不對心 你仍然往前進 因為你看見那個 你心裡沒有辦法被言說的那個價值 真正的人類的人的核心價值 是沒有辦法被語言所詮釋的 好 大家能夠理解嗎 能夠被詮釋的東西 能夠被詮釋的東西 叫做 Material 叫做現實 不能被詮釋的東西 才叫做 我們要講到重點 第三個 信仰 信念 好 信念是什麼 Faith 這個能量 大家請去看能量表 第三 維持心中的信念 好 第二個是 第二個 等於是克服恐懼 好 勇敢 第三個 是 有信念 好 我講一次 我們看得見的 叫做 物質 看不見的 在你心中 這個無法被言說的 這叫信念 所以為什麼人類會有信念這兩個字 這在能量表當中是非常非常高的能量 這就是 愛我自己 不需要有理由 了解我自己心中這個無上的價值 只是還沒有被具象化 還沒有成功 並不代表我失敗 要有信念 好 第四個 懂得 伸出手 請人家幫忙 不要覺得這是丟臉的 好 因為很多人 在很不好的狀態 很糟糕的狀態的時候 會覺得很丟臉 It's ok 了解到沒有人是完美的 沒有人沒有經歷過黑暗期 心跳是怎麼樣 我們人類所有的東西 身影音波 這個看起來像什麼樣 有高有低 大家懂我意思嗎 我們的心跳都是平的時候 我們就死掉了 人生沒有人 都一直在巔峰在完美的階段 如果你一直在完美階段 你學不到謙卑 我們學不到 我們就必須要在黑暗中才知道光明的重要性 光明產生自黑暗 其實這是一體兩面 因此呢 了解 It's fine It's ok 什麼意思 沒有關係 因為沒有人是完美的 懂得在適當的時候伸出援手 不然人家怎麼知道 很多人像會一直給一直給 但是真的在需要的時候 不懂得求助 不懂得伸出援手 這個時候 了解到伸出援手 像人家尋味 是ok的 可能有些人正好有相對的資源 來幫助你 可能正好 你的資源可以交換 或是有些人就是直接的 會伸出援手來幫助你 可是不要覺得丟臉 好 第五 維持 這個 知道說這個時候有情緒來是正常的 不要責備自己的情緒 不要責備自己 好 我常常會說 我們當我們有黑暗的時候 有時候黑暗 它起源於 它就是存在 它就是存在 你沒有辦法讓它不見 因為光明黑暗 是一體兩面 但是有時候黑暗來 比如說恐怖攻擊 比如說ISS 比如說有些地方有疾病 有些黑暗是攻擊的莫名其妙 這種時候該怎麼辦 我們這個時候不是去跟黑暗對抗 不是去跟黑暗 不是去pay attention 不是去把注意力集中在黑暗 什麼意思 上天不會管你抱怨什麼 它只會管你把焦點放在什麼 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常常跟 比如說跳舞的人 我常常跟他們分享 從我的人生經歷來說 怎麼樣我發現 讓我的身體最舒服 又越能開發的跳舞方式 是什麼 比如說我右手聰明 我右手很聰明 我右手聰明 但是我左手可能比較 大家有看到嗎 左手比較笨 那怎麼辦呢 我不會把focus放在我的左手 不會說他很笨 他一定要學什麼 我讓右手帶左手 懂我意思嗎 我們怎麼樣子去對抗黑暗 我們永遠不要去對抗黑暗 而是我們要把專注力放在光 懂差別的嗎 你跟一個小孩子 你說你還可以怎麼做 他會很開心的往前 可是你跟他說這樣做錯 這樣不對 他只會覺得怎麼樣 縮起來 一模一樣的道理 大家懂意思嗎 以喜悅 以光的方式 越在黑暗當中 我們越要堅守這個光 哪怕它是看不見的 有時候越黑暗的狀態 你完全看不到的狀態 你更要有這個信仰 上面宇宙的訊息 上面的訊息 是完全沒有辦法被解釋 沒有辦法被文字化的 就是因為這樣 它才有價值 每一個人來到這個世界上 沒有人知道要幹嘛 了解到 It's okay to be lost 誰沒有迷路過 可是我在沒路的時候 哇 我看見了新的風景 因為我可以清空自己了 因為我了解到 原來這個世界這麼大 原來這個世界還有這些東西 我可以用別的信念系統 別的方式去面對 不要老是用同樣的方式 面對所有的事情 當你遇到困難 遇到黑暗 表示你原來的信念系統 不服務你 離開舒適圈 開始保持信念 開始減燃心理的光 開始有勇氣 踏出那一步 這絕對會是一個沒有人走過的路 有時候沒有人走過的路 它反而是屬於你獨一無二的捷徑 好 這些東西不是這個世界上的語言可以解釋的 我講到第幾個 第五個 好 最後一個 最後最後一個 停止抱怨 好 因為其實宇宙呢 不會管我們 在抱怨什麼 它只會管我們把專注力放在哪裡 當你已經在很黑暗的狀態 很多人都會抱怨 啊我這個狀態多糟 都是這個人的錯 那個人的錯 其實我們如果一直在抱怨的時候 我們只是在跟這個頻率 跟這個很低能量的狀態共振 甚至我們會自己生產出很多 根本不存在的未來的恐懼 那當我們一直這樣想的時候 這叫墨飛頂旅 就會移到這個方向 好 那 所以這個時候更要堅持這個心理的光明 好 補充 光好 光明呢 這個東西 好 light這個東西 當一間屋子是全黑的時候 我們點燃一道光 整個屋子就亮了 大家有理解我說的意思嗎 好 那 這個時候呢 我們不是失敗 我們只是還沒成功 了解 這個狀態 好 最後最後補充一個 一小點 這種時候 如果你全黑暗的狀態 投資自己 在你完全沒有嘗試過 但是自己一直心裡想要做的事情上面 開始去把它具象化 當你move into your true light purpose 什麼意思 當你真真正正正的在執行你心裡這個 你沒有辦法被言說的這個價值的時候 你會非常非常壓抑 原來我真的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會產生這麼大的能量 這叫光 原來我可以幫助更多的人 原來我可以更成為我自己真正我真正應該要成為的樣子 好 這時候你會壓抑原來我可以這麼開心 原來這些黑暗 只是 一個 某一種頻率 我們只要 移開到對的地方 保持信念 勇氣 去真的開始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一切其實 好沒有這麼嚴重 OK 那今天一樣在這邊分享給大家 謝謝